杭州亚运会 霹雳舞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作为亚运会的新面孔 动感十足的霹雳舞让人眼前一亮 在厦门 霹雳舞教练黄显冲 正带着一帮学员逐梦赛场 他说入亚 让这项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小众运动 再迎发展机遇 早期我们跳舞的时候 确实不被认可 感觉好像是不务正业 但现在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因为它现在成为一个 正式的一个运动项目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 此前霹雳舞也已获准成为 2024年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随着霹雳舞入澳入亚 黄显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街舞文化 在八月份举办的厦门市 第二十一届运动会上 他带领学员在霹雳舞项目 战金夺赢 今年十岁的李子瑞 是本届市运会霹雳舞项目 青少年男子祭祖的金牌获得者 我觉得我表现得还不错 我想进入霹雳舞国家队 本届亚运会的另一个新增项目是电子竞技 在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子竞技训练管理 老师正在给学生讲授电竞赛时活动策划的知识 开设三年来 该校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的招生规模 已从2020年的46人扩大到今年的71人 据介绍 该校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 不以培养电竞选手为目的 而是聚焦运营端 培养产业链上下游的服务型人才 不少学生毕业后进入电竞产业 从事电子竞技运营师 电子竞技员等新兴职业 电子竞技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非常热门的一个职业 它不光是电子竞技运营运员 而且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电子竞技运营师 包括现在的职业技能大赛 已经有了电子竞技员 这样的一个项目 虽然说电竞并不是传统的体育 但是我觉得 它也是有很多的体育精神在里面 包括我们说的永不放弃 啊 感谢观看